社會發展部已經成立了一週年 他的經費有兩百多億元 大家都在問 連民進黨都在問 訴發部到底做了什麼 很多人覺得他定位 始終一年多來 都還是不明的一個狀況 訴發部有三十二次 這個出外的訪問的行程 唐鳳就佔了二十六次 國外的旅費就一千四百零八萬 大家都在問訴發部 怎麼變成像是外交部一樣 有人講說因為他是網路 所以他是網交部 網交部長唐鳳 1月11號他到烏克蘭 幫助他們數位重建 到德國去見教育部長 到英國見安全大臣 到以色列跟他們談 網路安全周 那為什麼他要到 這麼多的國家裡面 那到底他建設是什麼 大家直覺就是說 連詐騙都做不好 那你到底是怎麼 錢花到哪裡去 好 另外一個賴清德 現在YT聽說訂閱破十萬 那到底怎麼來了 現在有個獨家報導說 要這個D卡上面 有人發了一個文章 來自了台南市青年的 台灣隊協會 他說麻煩幫我這一篇文章裡面 按一天之內按八個讚 留言一折就可以完成 然後最後給多少 聽說給三千 然後底下的人就複製 都是罐頭的這個訊息 這樣子感覺好像就有三千塊錢 這樣也太好領了 不過相關被點名的單位說 沒有 我們都沒有出資 去做這件事情 難道賴清德的十萬 是這樣衝過來的嗎 那今天大家都在熱議的一個話題 也就是賴品瑜 到底他有沒有被媒體撞 有沒有被媒體追到倒下去 當然我們直接看這個照片 他是拿著咖啡 最後訪問的時候 他不太願意回答 記者追著他 一堆人追上去 後來因為旁邊有腳架 就把他撞到了 你先看到一下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擁擠的時候 還質疑要把會場的咖啡要帶走 這不是他買 是會場準備的咖啡 那最後因為他轉彎的時候 當時就有攝影記者提醒他 前方有腳架 他還是往前 然後結果他就倒下去 結果這一隻手 是他最討厭的 中天集團裡面的攝影的手 那另外一隻手 這個是避台的 TPPS的攝影的手 等於說這兩隻手救了他 他才真的沒有倒下去 然後他整個人是卡進去的 好 那到底過程是如何 我們來看這個經過 反服貿 然後爸爸推動 台灣服務業發展協會 對他2015年 他的協會的分明是2015年 你是2015年 你不要推我 小心 不好 好 好 你為什麼推我 為什麼推我 我沒有推我 我沒有推你 你是哪一剛的記者 你為什麼 你上次也推我 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剛剛是在扶你起來 你為什麼要推我 讓警察來 我剛剛完全沒有推到你 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真的沒有推你 我一樣的問題我一直回答 你現在又撞我 我剛剛真的沒有撞你 當記者需要這樣子嗎 我剛剛真的沒有撞你 我剛剛是真的沒有撞你 你為什麼要撞人 剛剛是我看到你 盡到的腳架之後 你為什麼要推我 還有為什麼2013年 那時候爸爸就已經到這個大陸 說要推動台灣的企業到大陸 那這部分我認明要說一下 都被質疑說 是不是政治紅利也要 錢也要嗎 是這樣嗎 但也沒有質疑說 日川人民幣有錯 那只是這部分 雙面要的部分 委員要不要說清楚 不好意思 好 這個記者他要追問的是 賴品瑜他的爸爸 為什麼當年賴品瑜反服貿 而他的爸爸卻到大陸去做 相關的貿易的這一些接觸 他說你們家裡面 有雙標他一直追問 賴品瑜在不管是站定位問的時候 或者是被追著問的時候 他都沒有回答 這也為什麼這個記者 要不斷的去追問他 我們稍微往這個畫面 往前有一個大家比較少注意到的 這時候有一個背著背包的 這一位不知道他到底是誰 看起來有點像賴品瑜的工作人員 他在後面就出了一隻手 在這邊 他要隔開採訪記者跟賴品瑜 等於說他在保護 不要讓記者碰到了賴品瑜 他就隔著他 但這個時候這一位的攝影記者 他要想辦法從這個夾縫中 鑽到前面 他要拍正面的畫面 鑽到這邊 於是他稍微碰到了 這一個文字記者 然後文字記者稍微有一點碰到賴品瑜 但是我根據現場記者的轉述說 那個其實力道非常非常的輕微 後來賴品瑜就整個人卡住了腳架 腳架導致他跌倒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就把這個元凶請到現場 到底是為什麼 就等於說賴品這樣子 他可能輕輕被撞到 之後他就卡進去了 其實如果沒有人救他 他應該可能就真的整個倒下去 而且旁邊都是腳架 有人把他拉出來是不是 腳架這邊還有一個最硬的這個 如果真的倒下去撞到 那個真的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那誰救了他呢 就是中天集團的這個攝影記者 以及我們公司的SNG的攝影 兩個人拉住他 他才沒有倒下去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第一時間就說 為什麼要撞我 為什麼要撞我 後來甚至在臉書就直接寫了 中天記者撞倒他 直接把他撞倒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他 不過他很快的時間立刻更改文章 他說是中天記者狂追 他因而摔倒在地上 那立刻很多藍勾勾 綠營裡面包括鄧家華大帥哥 他說品瑜我會保護你 中沛軍他們還包括這個 薛巧欣都說這就是碰瓷 假摔嘛 誣賴記者推他 還火速發臉書討拍 這個整是一條龍的造謠 然後我看到最特別的是范雲 范雲女士立刻說中天真的很惡劣 我也曾經受害過 譴責這種惡劣的媒體操作方式 民進黨也有發表他說這個人就是 就是指中天那個記者是貼身騷擾的冠犯 賴品瑜甚至在這一個過程當中裡面說 你同一個記者你上一次就這樣子推過我了 然後大家很納悶的是 因為這個記者在現場 他不是只有拿中天跟中視的麥 他還有拿三立還有另外一家 有好多家的媒體 那為什麼賴品瑜看到他手上拿那麼多麥克風 還認得出說你就是中天的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當然有人講說他可能就是最快就是中天 不過我看到那個記者 我覺得他是很認真的追問 請教我看看 其實這個事情 我看到目前的公眾人物 包含了民意代表 從我們新聞界出身的 像佩君 像彩薇 就大家都有發聲 因為你有在第一線採訪過 我跟姚洲也都有 我先跟大家講我的內心話 我不覺得這個記者要去推他 也不可能 因為他是女性 我是男生 可是可能賴品瑜覺得受到很大的壓力 因為問題內容他應該是不想回答 而且這個記者的問話的那個 就是緊跟到底的方式 可能給他很大的壓力 他的那個風格好像有兩種評價 有一種覺得多逼人 但有一種說 因為他想要的答案一直沒有問到 好 那所以重點來就是 不要碰到受訪者 就是媒體有監督的權利 我們可以問人家問題 我跟姚洲昌也在採訪現場或記者會現場 問了可能受訪者不想回答 或不舒服的問題 但是我有權問 你知道我以前 你可以不打 你知道以前受訪者 被我追著沒有回答 不小心打到他都有聲音 你知道嗎 蘇貞昌 打過蘇貞昌跟蔡英文 我說真的 我打過蔡英文跟蘇貞昌 還好我要感謝他們 當年沒有告我 沒有說我性騷擾 沒有說我是要報警 因為賴貞昌第一時間還說要叫警察 對啦 那所以你就知道了 我們剛剛耀州昌跟大家做還原 很清楚 就是現在在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 不管你是挺藍或挺綠 或是你覺得誰比較委屈 就是記者沒有推他的惡意 看來也沒有碰到他 但很接近 就貼在旁邊 就像山道猴子 最後那個轉彎一樣 兩個人要過彎的時候 車道縮減了 所以賴貞昌就撞上腳架了 因為他們一直往前走以後 那裡是個記者區有沒有 走到畫面的鏡頭的時候 只剩下一個人可以經過 那再轉過去的時候 賴貞昌就撞上腳架了 好那後端的部分 因為現場的攝影機制 SNG大家都不會希望他摔倒 所以把他 把他給拉住了 那他一開始 他不高興說 你為什麼撞我 你為什麼推我 那後來你看他臉書 也沒有寫推跟撞 他說因為不斷的追趕 追問 以至於我摔倒 所以他自己應該也知道說 講別人推他跟撞他 這事情並沒有辦法成立 隔了二十二分鐘 有改嘛 現在的版本 有沒有一種可能 他真的在某一個瞬間 一直覺得是中天記者推他 後來他看過畫面說 要許我從頭到尾就沒有人推我 他是被鬼影手 因為現在普渡 你知道鬼門開沒幾天 我跟你講 我今天事實上 剛好上中天 那個記者也在現場 他說他非常感謝 T台的攝影記者 因為他們去現場 調攝影記者拍到的畫面 那拍到最準確的畫面 就是T台拍的 所以他們非常感謝你們攝影 提供那張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 其實我覺得賴平宇 也要感謝T台的記者 跟中天的記者 如果沒有這兩位 他真的就撞上去了 T台記者是拍到關鍵 是他自己撞到那個攝影機 是那個畫面 有 就是這個 他整個人卡進去 對嘛 對嘛 所以沒有人推他 沒有人撞他 他大概就是被中天記者追問 不高興 這個比較可以理解 情緒不佳 就好像你要追問蘇貞昌 然後蘇貞昌被攝影打到 對你怒目很久對不對 因為我都有注意 州長的發言 但是他也沒告我們 沒有說要叫警察來抓我們 而且也沒有像民進黨 事後還發了一個黨團的立場 然後幫賴皮昌一起說謊 他說記者貼身騷擾他 那這幾乎可以成 所以我就建議 那個中天的記者 我說以後 你們要訪問民進黨 任何政治人物 都要帶密錄器 自保 要保護自己 不然怎麼辦 如果按照他們講的 貼身騷擾 慣犯 這警察應該要主動去抓他了 這是民進黨的指控 對 所以這件事情 跟以前我們在採訪的時候 不至於發生 就有時候可能任人都會推擠 不會到好像要去告對方這樣 但倒回來 我覺得兩邊 我都提出我的看法 因為記者他盡忠持久 他要來問這個問題 他今天設定的問題賴皮昌 他先前有站著回答 可是沒有回答他要的 他講的是其他部分 賴皮昌有回答 講完之後他就轉身就走 那所以記者這樣去問 賴皮昌還沒有回答到 他要問題的那個部分 但是賴皮昌就是說 你這個已經問過很多次了 你不要再問了 我也不想回答了 那這時候記者當然就是 你還在我的眼前 我的攝影師也在我旁邊 我還要繼續追問 你看這個事情結束以後 導播下方的畫面 是已經摔倒了以後 他要去搭電梯的時候 記者還在問 這個記者從頭到尾 只有一個目的 不是推導賴皮昌 是要問到賴皮昌的回應嗎 所以他還在問 那問題是你跟他確實 兩個靠很近 其實我說實在這個事情 你搞不好賴皮昌到事後想想說 你 他如果主張他有碰到他的話 他去告這個記者 沒完沒了 對 所以說我們記者就是說 記者也是 就有經驗的記者 就是大聲的把問題問出來 那也不要跟他太靠近 兩個人那麼近的話 可能會有 那再來受訪者賴皮昌 如果你覺得說 你不想 你就暫定 就說對不起 這個問題我不回答 我現在要離開了 可以嗎 那大家都暫定 大概過個三十秒 五十秒 攝影機往後推了 他就可以走了 也不會推擠 你越是跑 越是追 然後大家又是亂 大家攝影機都很重 彼此都給自己 對方留一點空間 好 當然我要平衡補充一下 中天剛剛也特別講出來說 我們絕對沒有根燒他 而且採訪這本來 就是記者一個天職 那公共整理部應該要接受 任何這個監督 那不過有一個地方是 因為剛剛偉翰有特別講到說 賴皮昌就不太願意回答 不過事實上 因為中天在問他說 他爸爸跟這個到大陸去 跟他當年的主張 有沒有雙標 賴皮昌在昨天記者會 其實有講過 他說爸爸的事情 跟我們是互相尊重 所以他確實在他的立場來講 他覺得同樣的問題 他已經回答過了 就這麼巧 大家看到這一個魚跌倒 幾乎快要跌倒 想到另外一個魚 陳信瑜 所以現在包括民進黨說 陳信瑜 這個感覺有急事感 好像陳迅瑜當然被追 當年陳信瑜的名言就是 誰沒有拿過我爸爸的錢 賴皮昌好像也有資格講 同樣的話 趙建民剛好就這麼巧 大家還在聯想到陳信瑜而已 同時間陳信瑜的老公 就出車禍了 他開著法拉利超車 就不小心A到人家的 哥哥路 哥哥路被他賺到 這個漂亮哥哥 然後這個他租來的法拉利 是有A到 是租來的 對 亮哥我正要請教你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理財 因為他在台南也是骨科醫師 這個陳水扁在上個月 還說趙建民強勢回歸 因為他四月剛假釋出來 他本來要關三年八個月 結果陳陳因為表現良好 各種狀況 一年半他就假釋了 大家有質疑他有特權 但是相關單位說沒有 我們就按照這個制度來算 然後你看到這個畫面 他就是在台南市的東門路 他開著法拉利 準備要去醫院上班 旁邊開著哥哥路 就跟他A到 那他疑似是要不當的操作 不過這個規定 這個狀況還是要等警方來鑑定 就有A到這樣子 那大家就很納悶說 印象中趙建民 好像是剛從建議出來 然後瘦巴巴的 穿著一個白色的球衣 然後才剛假釋 在假釋當中 怎麼現在就是在馬路上 開著法拉利去上班 很多人說怎麼一點都不低調 結果後來又說是豬來的 亮哥這是什麼 特殊的理財方式 這不是理財 是他講究的生活方式 那怎麼不用買的 我跟你講 我這裡查了一下 法拉利2010年出廠 二手車738萬 二手車 可是這直接買的 這個是直接買 他是用租的 租要多少錢 我不知道 20萬 租一個月 一個月20萬 一個月20萬 對 一個月20萬 對 那為什麼 這合理 這個2010年就要700萬 我說理財的方式就是說 我不用花700萬 去買二手車 或者買 搞不好人家每天開的 都很有精神 你如果這樣 沒有 我補充一下 我補充一下 亮哥講了 他一般的行情 我不知道趙建民先生 他所租的車是不是這個錢 但是這個ROMA 法拉利這個雙門跑車 大概行情在二十萬左右 那觀眾朋友會講說 二十萬 夭壽 二十萬 怎麼整個 你知道嗎 那你要知道 如果他買這台車的話 這台車的牌照稅 這台車的這個整個燃料稅 還有車就要掛他的名字 那你租車就不用掛你的名字 而且有權顯 對啊 所以重點是這樣 而且他今天租這個車 他可能是以月租 半年租或年租 他可能開一年 他就不需要以後再賣這台車 所以這個車是租的 以前不是有個名人 住一整年的旅館 你忘了他了嗎 姓黃是不是 不是啦 又我為 我都住在旅館裡面 你說誰 不買房子租房子 因為他不想讓人家知道 他在哪裡 而且他有錢 因為重點還是要有錢 因為畢竟這樣還是一個很高檔的 一個消費 那你想如果他假設租一年的話 一個月二十萬 一年要兩百多萬 那兩百多萬之後 他可能就不租 換車 明年再換別的車型 今天 搞不好人家那個 彰顯出來的身價 可以做到很多別的事情 是 亮哥你講到的重點 就是彰顯他這一個 拉扁的這個成龍快序 水平 他當醫師 怎麼可以開一般的車 但是他有另外一個身分 是他現在正在假釋當中 而且是剛假釋出來 陸間一年半假釋出獄 外界當時在四月二十二號 就已經質疑他有特權了 當然他說 因為我們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折底 表現好 各種的這種優惠方式 最後他就有達標 反正就不是特權 四月他就獲得假釋了 然後更妙的是隔了一個月 換他爸爸假釋了 結果阿扁在上個月說 趙建民 我們大會趙建民強勢回歸 還特別幫他打卡 還把醫院的 這個拿出來說 聽說他是這個 這個機構的院長 一般民眾會納悶的是 為什麼在台灣這一些權貴 皇清國契犯了罪 隔不到一短短的時間 再出來都比我們一般民眾 生活好上這麼多倍 你在問我 是啊 這個你會意外嗎 不會意外 我當然覺得這個不好 可是社會上就充滿這種事 人家一門豪傑 一門豪傑的意思是什麼 沒有 阿扁現在也是保外就醫 你就法論法也是有爭議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趙建民假釋 爸爸也假釋 阿扁保外就醫 一定是有人在做人情 要給誰知道 當然是這樣 要多講一點 你這樣子太點到我 我要講 因為我們先把趙建民三個是拿掉 他的他的育中表現 第一個沒有歪歪紀錄 第二個就是他服刑要期滿過半 所以他是符合資格的 那你要看他現在假釋起天 他今天早上出車的時候 早上九個二十分 符合資格一堆 要排隊 對啦 但是問題是我就講 就像我們講語音報 就可以 可是你現在要找到他 哪裡有問題 所以你就知道 今天早上有目擊者 他們是這樣 就是車子他要右轉的時候 然後Kick跟機車插撞 但有九側OK 他是零 都沒有問題 然後下車的時候 好聲好氣 都很客氣 不好意思 所以其實你看 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趙建民現在目前是低調做人 其實他沒有過失 他是人家的 剛剛那個耀州有講說 還是要看交通警察 他們認定的報導 不知道 現在我們不知道 新聞是說他超車不當 但問題是我覺得 這個交通意外 還是要讓這個最後瞞斷 但是你看他就是很希望 這事情不要造成任何影響 譬如他假設資格 如果他有他有撞到人 把他撞傷的話 那過失傷害的話 他的假設會不會很低 所以他當然就是不好意思 一般人如果要低調 會開法拉利嗎 沒有 他沒有違法 他是絕對不能違法 他今天不是開法拉利 絕對不能違法 但我講低調 不是說違法 是說觀感 他就是怕你知道 他開這個他還沒有去買 他就已經租了 不然你想想怎樣 結果還是開法拉利 不管他用買還是租 沒有差錯你根本不知道 對不對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 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